托华德·布鲁姆提出了一个假说 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小 而且形状类似一个田田圈 直到现在 人们还是没有彻底弄清楚宇宙结构 如果宇宙太大难以测量 人类可能会经历大冻结 随着宇宙的扩张 宇宙会慢慢冷却 如果宇宙慢慢的降为绝对零度 所有的生命都会销声匿迹 如果我们的宇宙稍微小一点 到了一定程度 它就会停止膨胀 我们会体验到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压缩成一个起点 然后再次上演宇宙大爆炸 这就是大反弹理论 那么如果宇宙是无限的会怎样 很不幸 即使宇宙是无限的 我们的未来也不太乐观 随着所有的星系彼此远离 整个宇宙会变得非常空旷 在宇宙中 暗物质占据宇宙总质量的85%到90% 而暗能量占据宇宙总质能的26.8% 恒星以及其他天体 仅仅占据宇宙质量的很小一部分 宇宙每一个地方不是绝对平坦的 有科学家指出 宇宙本身的密度足够大 因此本身的重力最终会克服膨胀的张力 宇宙的总体形状会蜷缩成一个球 然后这个模型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建立的 对我们来说 测量一个球体的大小 要比测量一个未知形状的宇宙要简单得多 而田电圈宇宙模型 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 我们看到的宇宙万物 其实都是它们过去的样子 有些天体的光线经常要花费数千年 才能传到我们的观测器械中 也就是说 这些天体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也给我们的观测宇宙工作增加难度 科学家借助于超级计算机 模拟了大量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宇宙的三个维度都是崩壁的 而有限的田电圈宇宙 更加符合这一个结果 如果田电圈宇宙假说被证实 那么我们的宇宙会出现两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驾驶一艘超快的宇宙飞船 向同一个方向飞行 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 第二个现象 就是人类会在不同的方向观测到同一个天体 但是 人类现在的科学技术有限 这两大现象都没有观测到 宇宙浩瀚无边 想弄清楚宇宙的本源 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